黄伯到底拥有怎样有趣的灵魂 才会让林志玲多次扬言要嫁给他呢 是个多年还是我的理想型 你看我多么没进步 娱乐圈是个大软缸 鱼龙混杂 狼多肉少 大家为抢夺资源不择手段 勾心斗角 藏出不穷 所以有人能够一招成迷 天下皆知 也有人打拼多年却无人问机 在这个现实又无情的名利场 成名前与成名后受到的待遇完全是天差地别 这就不得不提到黄伯了 因为是他一语道出娱乐圈的残酷现实 也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他身上的 在很多人的眼里 黄伯是身价上亿的影帝 可以说是风光无限 名利双收 虽说在如今这个看脸的时代 尤其是对颜值要求极高的娱乐圈 黄伯其貌不扬 甚至可以用丑来形容 但他无疑是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因为这张辨识度极高的脸 在黄伯不断地努力下已经成为票房保障 因为单看他那几乎经典的长相 以及夸张的肢体动作 就能让观众大笑不止 出道至今 黄伯演什么像什么 让人惊喜远连 因为他的草堆形象 天然的语言天赋 让他出演的不少讲方言的小人物形象 尤其深入人心 虽然黄伯没有英俊的外貌和高大的身材 当时黄伯为人非常亲切 这与他在一幕上所塑造的角色 给人感觉如出一辙 总能让观众感觉他就像生活在你身边的人 因此出道多年以来一直是备受观众的喜爱 而这一路走来 娱乐圈的冷暖百态也在黄伯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成名前的他曾在酒吧助唱 期间还做过舞蹈老师 开过工厂 玩具店 做过不少底层的工作 那时的他被很多人看不起 因为颜值不高 身高也矮小 为了生活每次演出之后都得低声下去的求客人的酬劳 甚至演出到一半还会被人脸下台 而哪怕是后来进入娱乐圈发展 依旧改变不了什么 因为黄伯报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年纪不小了 而且由于外在形象不好 考了两年表演系都失败了 最后只能考上不看脸的配音系 但是内心的黄伯还是很渴望去演戏的 在有了一定资源之后黄伯开始去跑龙套 没有名气 自然不会有人在意 也没有人愿意和黄伯交朋友 甚至黄伯遭到很多的歧视和辱骂 但黄伯都把这些苦难吞到肚子里 如今黄伯的身家早已上亿 不管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 如同他自己所说 现在身边全都是好人好话 从底层社会摸爬滚打一路走来的人 通过自身的努力成长为一线巨星 折时让人打心里的佩服 而他也最终用自己的努力 让观众看到了身材和外貌以外的东西 那就是有趣的灵魂 成名后的黄伯 在各种场合被人取笑 有人是为了搞笑 也有人完全抱着一种恶意的趣味 但黄伯都能应对自如 他的高情商旧场甚至屡次被封为教科书 曾有记者问过他 你觉得高媛媛和林志玲拿得更好看 而这两位也都是和黄伯合作过 林志玲更是多次公开黄伯是他的理想型 不得不说这是挖坑让黄伯直接往里跳啊 不过黄伯灵机一动 说听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名字 我都有眩晕感了 何况你把两个名字一起说出来 我听了都快晕倒了 全场听到都哈哈大笑 黄伯回答得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尴尬 还借机称赞了两位女神 真是当之无愧的高情商 黄伯的路之所以能越走越稳 越走越宽 喜欢他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从底层爬起来 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性格 更因为在为人处世上 他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 总能处理妥当 既给了别人台阶下 也维护了自身尊严 没有颜值 却在演绎道路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广过天地 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位征服了男女老幼的 林查平男神 看来上帝在关上黄伯通往颜值的大门的时候 肯定还为他打开了通向高情商 高智商 高演技 高人气的大窗户 你们都喜欢黄伯吗 お疯独立和